期待的话我觉得 就是一个很 还算是很开心吧 因为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很多 新奇的东西 就是没有去过的地方 还是挺期待的 特别是生完孩子以后 就不太爱拿那个重的东西 因为不是说生孩子以后 不要拿太重的吗 所以拿的很少 所以当时挺想她的 好漂亮啊 哈喽 尹尔是不是 你好 来来 我帮你 我觉得莎姐就是 对婚姻付出了很多 就是对她老公 家庭都付出了很多 我觉得挺让人敬佩的 我觉得娜姐的话是一个 特别特别温柔的一个 小女生 因为我觉得她老公真是蛮宠她的 所以就把她宠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对 然后我觉得 她的曹尔姐呢 就是 曹尔姐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我觉得她其实蛮细心的 就是对自己也是蛮细致的 我觉得她们可能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把我当一个妹妹吧 对 就觉得是不是要照顾 但是我不希望是这样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去照顾 就是可以去帮助她们 全部都给你弄好了 床单帮你铺好的 酒都给你准备好了 真的啊 我平时就是确实是很喜欢做事情的一个人 闲不住我 需要我帮忙吧 每次 每次的